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要介绍你的美食 还真得当地人带路才吃得到 他们叫做隐藏版的美食 先带您品尝这个萨巴仪汤 老板说他们的萨巴仪好吃的关键 就是每天要特别从台南新鲜配送 这个萨巴仪的大小就跟手掌一般大 特别是喝起来清甜的高汤 让人一吃就上瘾 另外有一家店面很隐秘的小摊子 开了50年了 卖着全台独一无二的红轮 什么叫红轮呢 马上带您一探究竟 欢迎在花莲市新鲜街上 顾琪燕的铁铁屋下 藏着花莲人才知道的美贵 每天早上7点多 这里几乎是一味难求 大家都可以早起就差晚才取不到 对 要很早过来 不然如果8点多 有的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你都很甘愿那么早来 我都6点多就起床 6点多就要起床了 7点之前要出门 没有你吃不到的 因为这7点多 又人潮更多了 真的太好吃了 让大家甘愿早起 还愿意一起窝 再不到十平大的铁皮屋下用餐 全都是为了这一味 一大碗拭目鱼汤鱼肉鲜嫩 高汤浓郁清甜 让人不自觉一口接着一口 这间拭目鱼汤已经开业20多年 即使没有招牌没有广告 一样能吸引满满几潮 是台南人 就从爸爸那个时代就开始卖到现在 卖了几年了 卖20几年有了 怎么没有想到装招牌 没有啊 客人都吃到都很熟了 就因为本身是台南人 更懂得将台南的味道 远播不动带到花蕾 所以这的虚木鱼 都是当天从台南新建配送 每只海都有一个手长大 汤头更是马虎不得 瞧老板娘一步转身 将虚木鱼腹鱼肉和所有海味 统统放进锅里熬汤 本身我们的鱼骨头 鵝啊 还有鱼皮跟鱼头 都在里面熬煮 所以那个汤会比较鲜甜 我们大概要熬煮骨头的时间 不用很久 骨头可以熬比较久 刚煮好的虚木鱼一端上桌 轻透的汤头喝得到煎甜 夹起鱼肉送进嘴里 每一口都很满足 年轻吃到现在 它这个东西很新鲜 价钱也比较公道 最爱吃这个是这家最好吃的啊 当然是要吃好吃的 大家吃好吃的啊 小小食品大的空间 没有冷气 更没有气派装潢 尽管简陋 却能够靠着真材实肉 吸引在地老饕不断上门尝鲜 而同样是花莲人爱吃的 还有这一间 有五十年的点心摊 当年从一台小退车起家 每到放学时 附近小学生总会来这里报道 一人一口全台唯一的红轮 成了许多花莲人 共同的儿子唯一 这家在地很久 我们小时候读民意国小的时候 就常常在这边吃了 对 那时候是阿婆 应该是她妈妈在卖的 所以每次吃都充满小时候的回忆 让大家怀念的红轮 是以红旗加入面粉的调色 这可是小朋友们给的灵感哦 阿嬷那时候是因为小孩子 上学的时候要吃个早餐啊 然后他们就做出来给他们吃 刚开始是白色的 因为面粉是白的 后来小孩子说 这个颜色不好看 我们喜欢红色 之前还有黄色那一类的 后来小孩子比较喜欢红色 就以红色为主 调好的面糊仿佛草莓奶 是但诱人 在铁卵上拌油鲜增加口感 刚煎好的红轮 薄可透光 端一端的口感 很好入口 蘸上老板特调的酱料 梦出完美火花 别挑也吃不到 反正就是QQ的 尤其是下课的时候 当点心 因为现在回去就可以买 买这个烏雷朗 回去当点心吃这样 这个是来这边 会不会觉得有小时候的回忆 有啊 每天都会经过 因为住这边而已 无论是晚来吃不到的虚目鱼汤 或是让赛地人难忘的红轮 即使没有明亮招牌 没有舒适店面 就靠着真材实料 打下了好口碑 成为花莲人口耳相传的 蜜桶美味